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大家 我先講一些主持人需要跟大家講的話 就是關於這次的場次 今天場次的話 在議程的進行中 有slido可以發問 所以大家可以找到slido的連結 從議程的OPAS 或者是從議程網站 都可以找到slido 那就隨時可以歡迎提問 我們最後都會留下QA的時間 來問大家的問題 那另外也有on-conference 正在熱烈的真稿跟投票中 那到明天上午10點截止 所以歡迎大家 就是可以到外面的白板上 看到絕對感興趣的on-conference 都可以拿下你那個 就是你上面牌子有三張貼紙 可以去投票 投下你感興趣的議題 對 然後場地內是禁止飲食的 所以假如要飲食的話 就是請大家到公共區域去飲食 那麼另外就是我們社群活動的話 也希望大家就是互相保持尊重 那麼我們就社群有COC 就是社群準則 那大家如果有空 也可以去閱讀一下社群準則 就是但是基本上就是保持尊重 對 好 那就是主持人要帶開頭 就差不多這邊 那我們就開始進到今天講的內容 好 那今天我們要分享的內容 是開放國會的四年回顧 我同時也是主持人也是講者 所以我就不用再額外介紹 我就直接開始講這個內容了 那今天這個題目是開放國會四年回顧 主要就是我邀請了一些 過去有參加就是開放國會的委員們 民間委員們一起來分享說 我們過去四年到底做了什麼事 那其實現場也有很多民間委員 沒有一起來跟我們講 但是有在台下的 所以歡迎就是大家如果對我們講的內容 有些問題想要補充或吐槽的 也可以直接在slido上問 或提出補充 好 那前面第一部分的話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開放國會 什麼是OGP 因為其實可能現場很多朋友 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 所以我先用短短一點時間介紹一下 那OGP它的全名是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它是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 那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國際組織 那這國際組織的目的 就是想要達成開放政府 然後並且要能夠利用新興科技 來加強治理 那它的歷史是來自於2011年的時候 就是由八個國家組合而成的 那麼那時候2011年成立的時候 的幾個目標 就是主要要推動透明 然後很重要的是要公民復權 就是希望說這個民主要回到公民身上 然後以及要打擊貪腐跟運用新科技 那運用新科技這件事 也跟我們就是像我們現在GNV的機車很像 然後以及很重要的是 對公民做出具體承諾 那這個具體承諾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事項 那OGP的運作方法是 它可以是行政 國家的行政或國際大立法機關來參與 那它因為要能達到 剛剛前夜講的這些目標 所以它有設定說 這個OGP要運作的時候 不能只有政府自己來 它必須要公私協力 一起來組成一個NSF 叫做多方關係人論壇 然後必須要由公跟私 就是要政府跟民間一起協力去討論說 這個NSF的治理機制 他們要怎麼開會 怎麼去蒐集成員 然後跟怎麼去定義出承諾事項 而且承諾事項很重要的是 它要具體可以被事後檢驗 所以它要是很具體的 例如說我們那個立法院要能夠讓 台中台南的人可以參與 這種那麼具體的程度 而不能寫說立法院要更開放 這個就很不具體 就是它的承諾事項都必須要寫到很具體 可以被驗證 然後並且要有個明確的周期表 例如說兩年或四年 它有建議說你就可以follow 就是該國的選舉周期 所以像我們就選了四年 成為OGP的會員的好處是 那個國家就 OGP這個組織 它會以第三方的角度來幫你去看說 你國家的OGP執行得如何 它就是一個比較公平的 因為就不會說政府自己做 然後政府又幫自己打分數 所以加入OGP的好處就是 會有第三方來做第三方的檢驗 然後已經每年有OGP年會可以參加去跟大家交流說 做OGP的心得 那為什麼台灣會開始接觸OGP呢 那我這邊本來查到是2018年 就是那時候台灣就是有很多一些社群的朋友 包含像在場的蕭A還有OCF 很多人都有去喬治亞 然後去參加那首OGP年會 但其實更早今天早上第一場那個 劉志欣其實就有參加在更早 好像2016年的巴黎年會 對 那時候就已經有帶一些OGP的一些經驗回台灣 那2019年的時候 唐鳳那時候是唐鳳政偉 他有去加拿大的OGP年會 那他在那邊就有做出承諾說 因為台灣雖然那時候還不能加入OGP 但是台灣行政院會開始就是 做推行台灣的國家 就是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那到2020年4月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蕭A 在場的蕭A 就有開始去把2018年的參與的經驗 帶到立法院去 然後並且有得就是跟著OCF 跟著台灣民主基金會等團體 就是一起去說服當時的尤錫坤院長 跟有找到林昌作委員 就是願意說一起來 我們在立法院來把OGP推行起來 所以那時候就有做一些事情 例如說就是有尤院長支持 然後有討論出該怎麼做的實程表 然後有林昌作委員來當國會的召集人 然後由錫坤的辦公室 則派出洪池庸顧問來當任 就是院內的主要窗口 所以那個時候5月19日 我就林昌作在立法院送出公決案 並且雖然這邊講說各黨團支持 但其實就是黨團沒有人反對 沒有人有什麼意見 所以就過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6月2號的時候 就是有開了一個 院長開了一個啟動記者會 就是開始啟動 那啟動之後開始就會要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OGP很重要的是公民協力 所以他必須要募集到一些民間的人 就是跟公部門一起協力 那我們那時候怎麼選擇 徵選第一屆委員呢 那首先就是一開始 因為有一些有參與OGP的一些 就是社群的朋友 然後跟本來就有在關心 國會監督的這些團體 我們就先把這些團隊 找來當成籌備委員會 所以當時有包含台灣民主實驗室 開放化基金會 臥草 然後公都盟 狗袋活會等 然後這些籌備委員會們 就先開了一些籌備會議 來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徵選後面的委員 所以那時候就有列了一些徵選 就是我們希望民間委員 要比公共多 所以要有一些條件 就至少是要在台灣人 然後要有一些 希望有多樣性 區域多樣性 或者議題多樣性 然後我們 徵選條件列完之後 再來就是我們就開始徵集說 想來報名參加的 就竟然來參加 那我們在籌備委員 就利用孔多賽投票法 來選出了第一屆委員 那孔多賽投票法的優點就是 它不像那種打分數的方法 打分數可能會有人 給的分數特別極端 就很容易影響到那個投票 就給的極端的人 他的影響力比較大 但給的保守人影響力比較小 但孔多賽投票就比較沒有這種 就沒有這種區別 就滿推薦大家如果回 就是在研究投票法的話 可以看看這一種投票方法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8月21號的時候 就選出了第一屆的民間委員 所以我左邊列的是 本來有的籌備委員 然後變成既有委員 那右邊是根據孔多賽投票法 然後選出來第一屆委員 那有了第一屆委員之後 再來就是很重要 是怎麼樣來徵集 就是行動方案 那行動方案那個時候 有做了很多場的 就是焦點座談 那時候有分北中南 那有廣發一些信給 各縣市的一些 就是國會監督團體 或者NGO團體 就是請他們來 然後分享說 他們希望更開放的立法院 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同時在V台灣這個平台上 也有做線上意見徵集 跟開了四場的KOL的論壇 線上論壇 所以那時候現在有 刮吉 抬通 動眼神經等 都有找來一起 就是讓更多人 有看到這個議題 然後再來就是 剛講的18位民間委員 就開始組成分了五個小組 那這五個小組 在分組長來 一起來認領說 我們要把這些小組的 承諾事項給建立出來 那這個分組怎麼來的 那這個分組來的是 就是根據一份議會開放宣言裡面 它裡面有提到說 如果要做議會開放的話 建議可以做哪些方向 然後有一些項目 那它其中建議的四個方向是 推廣資訊開放文化 跟簡化議會 跟議會透明化 跟議會電子化 那那個時候就是由 那時候第一屆委員們 就想辦法把這四個項目 轉換成這五個主題 就是其實前面四個主題 是來自這四個 然後第五個主題 國會士徒教育是我們覺得 這也蠻重要的 所以就做出了第五個主題來 所以那個時候再來就是很謝謝 那時候的參與者林宇昌 他就是整理了 各個焦點座談的逐字稿 並且把逐字稿整理出了 各縣市的那些焦點團體們 他們覺得重要的項目 然後並且把它 就是先做一個初步分類 把大概那時候 整理了一百多項的 可能可以被列為 承諾事項的項目 整理出來 然後把這些再歸類成 給五個小組分工 那五個小組就各別拿著 他們手上的項目去想說 這些五個 這些可能他們手上 二三十個項目 可以怎麼樣被整理成 就比較少的數量 譬如說怎麼被統整成 一個小組五個項目 然後他們可能 然後這邊也有很多的 立法院內的行政部門的配合 例如說像我自己參與的是 數位小組 所以那時候 立法院的資訊處 就配合非常多 他們就是會參與我們的會議 然後並且會 根據這些承諾事項 他們會講說 在他們四年內 他們覺得可行的一個 實聲表是長什麼樣子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有跟著 跟著就是到立法院各處事 像有秘書處 或者是有公報處之類 立法院各處事 都有一起來配合來參與 然後最後伸出來的東西 就是一個標準的 OGP承諾表格的事項 的格式 就它有分為 這個承諾事項是要做什麼 它主要想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它主要是屬於哪一個原則 跟它需要做的項目是什麼 然後最後這些承諾事項 各小組都伸出了 大概三到五則承諾事項後 就變成統整成一個 就是行動方案的草案 這個草案匯集了 差不多25項的承諾事項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承諾事項 變成一個第一版草案 並且在網路上公開open review 請大家再提供意見 那中間經過第一版 第二版第三版open review 最後才有個定案的版本 那所有定案的承諾事項 就在這裡 那我就不依念 因為東西蠻多的 那再來就是最後 我再分享一下說 因為這個開放國會 進行了四年 那每一年都有一些國會 就委員的改選 所以這邊我就直接列出 就是每一年有增加的委員 那也蠻多委員 現在也有在現場的 那我就很謝謝這個 就是諸位委員的參與 那再來第二 我們在第二部分就開始講說 那剛剛講的是 開放國會制度是怎麼運行的 那再來是 我們這四年中 我們做到了什麼樣的文化上的改變 好 那我把時間交給Claire 謝謝Ronnie 那先簡短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Claire 那之前在開放文化基金會工作的期間 那有在2021年下半年開始 有開始參與 開放國會民間委員的運作 那直到去年年底 那今年目前的狀態有點停滯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更多 那我接下來會跟大家比較分享 軟性面的就是說 那在那個開放國會委員會裡面 民間跟立法院是怎麼樣去協作 那有什麼樣的優點 或者是說挑戰的地方 好 那我們的工作方式 可以分成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 那在正式會議這邊呢 我們是每兩個月 會有一次雙月大會 那這個雙月大會目標就是希望 剛剛Ronnie有講就是 整個承諾事項分成五大目標 那它有不同 每個目標底下有自己的承諾事項 那所以就是在這四年期間 立法院要把這些承諾事項都完成嘛 所以在雙月大會上面呢 我們就會起去核對進度 這個是我們理想的目標 那我自己是從2021年下半年參與的 那我觀察到的現象會是說 立法院的確文官他們很努力的去把這些承諾事項 都整理成就是目前的進度 可是那個整理的形式比較像是說 哪一些承諾事項完成或者未完成或者進行中 那對於就是民間委員來講 我們每個人是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 其實不太可能真的了解文官們他們第一線 每日執行的東西那個細節脈絡是什麼 所以那個反而是這個文件呈現的格式 即使就是立法院他們是很認真的 每次都在會議前都有提早一段時間給我們資料 可是我們沒辦法進入脈絡 就沒有辦法了解說現在具體的每個承諾事項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卡關的地方 或者是說我們民間的角度 我們可以合作的地方都沒有辦法了解 那在會議上面就蠻可惜 大家從全台各地來 那結果聚集在立法院這兩個小時 會變成大家一起看過這個文件 那有沒有意見沒有 因為大家不知道怎麼開始討論 那就這樣子進行了幾次會議 其實一次就兩個月 所以三次就半年 那就是那時候觀察到就是一些溝通卡關的地方 那在非正式溝通這邊我覺得它是很重要的 在2021年下半年剛參與的時候 有觀察到在其實雙月大會之間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比較私底下糾團的討論 因為有些承諾事項 那立法院文官們他不見得了解說 就是當初在訂立這個承諾事項的時候 他的願景是什麼 或者說我現在就是比如說我要辦一個立法院的試讀的教育的講座 那有哪一些民間單位是有這方面的know how 然後或者說知道怎麼樣去接觸到就是TA 那這種就是其實你要問民間對口的人 那會更可以明白說那這個承諾事項怎麼樣執行更好 那這比較就是在雙月大會之前 如果有人去糾團討論的話 那就比較可以達到真正的溝通的效益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是很仰賴一個余昊的那個 那時候是在他是比較偏角什麼叫什麼 洪慈庸辦公室的助理吧 對那時候很仰賴余昊 他就是非常熟悉立法院裡面不同單位 哪一個窗口要找誰 或是說民間單位就是誰負責什麼業務他都很清楚 他就會私底下穿真引線說那這個承諾事項 是不是可以就譬如說OCF的誰啊 或者是說立法院哪個單位啊 我們是不是可以私底下先討論一下 那當然這些討論其實都會公佈在那個開放國會的slack裡面 就歡迎任何路過的委員都可以加入 那有仰賴這樣子的就是活絡的討論 才有辦法在雙月大會之前之後有比較具體的成效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是 好像Running有講就是在開放國會成立那個籌備委員會的時候 就訂立說那民間委員的徵選機制是希望盡可能的讓更多的民間團體 或者是個人可以參與到開放國會的運作 所以是有訂立每一屆委員的任期和徵選辦法 那可以看到說像籌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屆之間他們都有重疊的時間 那這個機制的設計是說希望每一屆都是有可能有一半的委員 他退休的時候那新的委員上來 他可以跟既有的委員有重合的時期 然後把那些know how知識傳承下來 那這個是理想 可是在現實上面發生比較像是說 後來在開放國會委員會之間就是越來越少 就是比較頻繁的互動 然後這些就是怎麼樣去溝通協作的那個動能 不太有延續下來 那就漸漸變成說當民間委員這邊輪替到 像我可能就不是那麼清楚第一屆籌備委員會他們的脈絡 那再往下的委員他們可能就會越來越意識那時候的資訊 那對立法院文官那邊也是有類似的現象 因為他們會輪掉 那所以就會有可能新調來的這個負責人 他不見得知道說這個承諾事項他可以動用的資源是多少 比如說要辦這個試讀講座 那立法院這邊跟民間的關係是民間提供建議嗎 或者是說民間是合作 那有沒有樣子譬如說講座的場地是誰要找 或者資金是誰出 那這些東西都不知道的時候 其實每一次大會期間就說 那我們下次來討論 然後又到下一次又兩個月後 那所以就是這個互動我們觀察到的是說 在撰寫承諾事項的時候就是剛剛Ronnie講的 就是從一開始去辦不同的焦點放攤 然後去收集意見PO到網路上面 那個時候立法院跟民間的協作是很順暢的 但是隨著承諾事項在執行的時候 文官跟民間的委員是各自輪替 那雙方之間可能就是漸漸沒有那個穿針引線去媒合的人 所以我們就是彼此開始越來越陌生 然後也不見得了解之前定律承諾事項的脈絡 互動又越來越淡薄 就導致了停滯的現象 那這個卡關的地方呢 等一下就是會由偉程來講 那我們會有做一個研究去發覺說 這些困難有哪個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去克服 那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在我們做完那個研究之後呢 有帶來一些轉機 那我們有嘗試新的互動機制 等一下會講更多 那其實可以觀察到整體 我覺得在開放國會行動事項實行的時候呢 文官是開始有漸漸培養出跟民間協作的默契 比如說就是在剛剛講的 那個以前雙月大會發布的報告格式 是很難讓民間這邊了解脈絡 那不過隨著我們去溝通說 遇到這樣的困難 那文官那邊是也很樂意去配合改動 資訊呈現的形式 那以及說就是在報告的釋出上面 是可以譬如說用Google Doc釋出 那我們一起來協作翻譯 這樣子去合作的目標是有越來越順暢的 那就是剛剛講的說 比如說在2021年下半年觀察到的停滯 就是剛剛有稍微帶到 就雙月會之間就比較少有討論 那就是民間委員MSF之間的關鍵的共識的作用 開始比較消失掉了 那還有一個比較可惜的是說 開放國會第一屆 我覺得承諾事實上比較像是在 Focus立法院的基礎建設 比如說我們的資料應該是在Open Data 那立法院的運作應該要有好的試讀教育 那這樣子的關懷很重要 可是對於就是什麼樣的團體或個人 會有興趣來參與呢 這也是一個很需要考量的問題 因為當我們每一次在廣告說 我們現在要開放徵選新的民間委員 大家快來參選 那其實對於很多關注 比如說第一線的議題團體 那大家也許會覺得好像很重要 但進來之後又遇到剛剛講的停滯現象 就會不知道說 那我身為一個第一線團體 我要怎麼樣去施力 那就是因為這個第一屆承諾事項 比較是基礎建設 那對於我要去推動這個議題 譬如說立法 它距離是有些遙遠的 所以那中間要怎麼樣去銜接 所以就是一些組織可能會慢慢的淡出 那對個人來講可以觀察到 那樣的停滯是會消耗一些動能 所以呢就是我們後來就做了一個研究 那就由韋成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我是OCF的韋成 我發現這樣輪流有點 不知道為什麼感覺好緊張 我就像剛剛兩位講者提到的 那開放國會其實在我個人的觀念裡面 它其實很像一個開源的專案 然後大家有很大的熱忱跟一切的契機都到位 然後我們讓它產生出來 但它確實在運轉到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大家的commitment開始減少 然後有一些很有機產生的一些困難 那需要一個很有意思的介入 所以OCF那個時候剛好 這應該是在2022年年底完成的一個研究 然後其實就是為了要改善開放國會的具體的狀況 對 那我們跟卓智遠的服務設計團隊合作 然後在所有MSF的委員的同意跟協助下面 那我們開始把這整套開放國會的東西 當作一個專案或是一套服務設計 然後我們再review它有哪一些環節 然後具體的角色是怎麼樣子 那每一屆的委員大概處理了什麼東西 那他們想要的是什麼等等的 那再把它整理成一個服務藍圖 然後進一步再去檢視它裡面 有什麼是我們之前很自然的運轉的時候漏掉的重要的環節 對 所以我們開始蒐集很多大家的問題 他覺得為什麼我在開放國會的參與越來越少 為什麼我想要的東西其實沒有辦法在這裡達成這樣子 比如說有人會覺得目標開始不明確了 那或是只看得到已經完成的東西 但是對於未完成的東西具體要怎麼做 已經失去了脈絡因為委員的迭代 那也可能是因為每次的雙越會裡面 沒有辦法看到具體的細節 那比如說進度的報告流於形式啊 那是如果不在雙越會溝通的話 我們就沒有其他的溝通的場域了 這種問題不停的被我們整理出來 然後丟在公共的頻道跟大家同步這樣子 最後我們整理出幾個隨著次序排列的重要的價值跟概念 那最中間當然是開放國會的 就是它的開放啊透明啊等等的價值 那最外層的話就是進到細節 比如說雙越會的會議紀錄啊 那這些每個milestone的完成的程度等等的紀錄 然後還有讓委員們follow up的追蹤工具等等 那越外圈的話就是越需要大家 平凡的去共識平凡的去疊代調整的 就是需要每日的維護它這樣 對那我們也發現就是其實在我們的工作的環節裡面 缺乏了很多減合點 就比如說雙越會完之後 中間大家要做什麼其實是沒有很明確的 那等到靠近下一個雙越會的時候 立院的文官就會認真地丟出各種 下一次要討論的東西或是 剛剛說的一些documentation 那跟大家說我們下一個雙越會要發生了 那我們要討論這些喔大家有意識到嗎 但其實那個時間點已經太晚了 就是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在很快的準備 在那個如何有效的在那個月會 進行各種討論 對那甚至是有一些協作機制的定義 都沒有很明確等等 那對比如說小組 剛剛說的各個小組 他們怎麼breakdown自己的工作 怎麼推進每一個承諾事項 那這些推進的東西具體要被記載在哪裡 然後沒有一起開會的人也可以知道等等 那同時我們也在剛剛提到的語號 就是非常有力的一個夥伴離開了之後 或是立院這邊的文官 從院長辦公室的協助的這個力量消失了 或是變弱了的時候 我們原本可行的機制 開始受到一些挑戰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彌補它 或是找一個誰來做這些coordinator的工作 所以灰色的地方就是我們覺得缺少了角色還有功能 那在語號離開之後 我們試著用小組長的方式去拉住大家的在月會以外的討論 那我們也重新定義一些 比如說工作小組要怎麼推進工作 那立院的文官的夥伴怎麼協助我們等等的 那再去定義每一個會議的目的跟它的最重要的東西 最重要的推進的item是什麼 那我們希望這件事情可以讓我們的雙樂會變得更有效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麼 然後它可以很自然地繼續運轉下去 所以我們也發現各個小組其實也許不應該在像之前這樣子 完全focus在自己的承諾事項裡面 而應該就是低度的分工 然後稍微身兼多子去了解一下整體的狀況 那我們也要積極地去創造一些雙樂會以外的工作 對話的場域 讓彼此知道說 也許有一些進度是可以共享的 也許有一些討論是需要在雙樂會之前就發生的 對 好 那最後我們其實 這個研究有點像是強迫大家 跟著我們一起思考開放國會制的問題 跟我們要怎麼調整 那我覺得它的整個研究的成果 倒不是說是一個全新的deliver 讓大家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 其實大家隱約都知道問題在哪 只是我們需要一個時間 需要一個類似研究案的框架去讓大家一起想過 然後一起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 所以最後我們發現每一次的疊代跟變動 都是有它的延續性的 但我們要一直一直去共識這件事情 因為開放國會其實沒有一些 比如說法緣或是法制等等的 這種很solid的這些基礎 來去強迫大家推進 所以所有的委員們一直要很積極的 有共識的一起處理這件事情 處理各種東西的疊代的調整 等我們具體要幹嘛 我們要讓什麼東西發生這樣子 然後對我們就好多了 就是在經過整個研究案之後 我們很快地抓回了一些節奏 然後讓幾次的樂會變得很順 然後各個小組長之間的關係有密切一些 那一切看起來要更好 然後就對 我們這一屆就差不多要結束了 然後我們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處理好了過去 可能兩年四年的問題之後 大概知道怎麼前進的時候 第一屆就差不多要結束了 那我們第二屆在哪裡 現在還在努力對吧 然後順機會分享一下未來的部分 但是它是用錄影的 所以我要怎麼切換 等一下想一下 好 我需要點它嗎 OK 順機各位 各位參與神秘的夥伴大家好 那台上的講者都是我們的好夥伴 然後以及這一次能夠來到這個長次 關心台灣立法院開放國會的大家 真的非常感謝我們一起來關心立法院未來的走向 那感謝前面幾位講者的分享 那我目前我是代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我是副執行長 我是順機 那我們來討論的是我們過去四年 不論是成就也好 那我們也當然發現一些問題 我們希望我們有一些的展望 以及我們看等一下在QA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看有沒有可能來解決這一些 我們過去所遇到的問題 那我會分四個部分 首先是民間委員 然後再來是文官 然後立委 以及一般民眾的部分 那首先在民間委員的部分 我們首先很常遇到的就是 在戒期 雖然戒期是沒有就一屆的委員 但是裡面有更換幾期的代表 就是我們也希望不是同一批人從頭到尾 就一直是自己人在玩 所以我們也會公開的招募一些新的委員加入 但其實會發現說新的委員 如果他沒有很快的跟上脈 會不知道我們在討論什麼 比如說當時候的 當時候設定這一些milestone的委員 他們當時候為什麼這樣設定 然後等到走到後期的這些委員 他們可能是來檢視或是review 立法院有沒有一些的調整 或是我們做哪些的進步 那這些milestone 可能沒有當時候的那麼理想 但我們可不可以接受 這時候我們就很需要一起定期的凝聚最新的共識 當時候都很理想 定的非常多 但是經過三年或四年最後執行 可能沒有到百分之百 那我們願不願意接受這樣的milestone已經夠了 還是我們覺得其實還可以更好 那很需要不是只是在每一次大會的時候來開會 常常需要民間委員可能自己就需要有分組 所以我們會來分組討論 凝聚最新的共識之後 再帶到跟文官跟立委來討論的時候 會比較有效率 那最後當然就是除了新委員換之外 有一些是團體會員他有可能換代表 比如說去就是離職或什麼 那我們也很容易發現說 可能某個團體本來很集體參與 但是因為換了代表之後就降低他的參與度 這也是另外跟我們面對到的問題 再來是文官 那其實文官就是指整個立法院的公務人員 這公務人員或是包含從立法院長一直到最基層的科長 甚至科員 那以這次的OPMSF 第10屆來說的話 那時候就是得到游席官員長大力的支持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委派洪池庸顧問 來統整協調整個秘書處 然後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副秘書長 高雄明修副秘書長也都會參與會議 所以整個立法院的文官系統是非常重視並看重 也積極的參與 然後在第一線呢也非常感謝秘書處的 研考科的科長以及同仁 每一次在會議前的準備 個面上 最後的會議紀錄 就是沒有 其實沒有這批文官 是沒有辦法完成整個開放國會的運作 那可是在過程中一開始可能文官還是不太清楚 我們到底在幹嘛 所以他們就覺得又是多一項工作多一項事情 反正就是有點像過去覺得就只是單純的民間委員來諮詢 對他們來說他們並不是參與角色 他們可能只是一個民間委員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但其實這個是一個co-create的概念 是文官他其實也是其中一個厲害關係者 他也能夠有一些的發想 他也能夠有一些的討論 而不是單純的在做會議紀錄而已 所以這個OGB的概念跟原則 可能對於所有的立法院的同仁 或是未來我們在推任何機關的這些開放的原則的時候 可能需要一些最基礎的培訓 那如果是直接的業務單位的同仁 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了解跟認識 才不會覺得就是來 就多了一份苦才是 那第二個點就是說首長的更換 會決定整個行動發言的生死 就是說其實有這個最高長官的授權跟支持 那整個文官就會動得非常的順利 整個系統就會運作得很順暢 但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說上次是尤其館院長大力的支持 那目前已經到十一屆的時候已經換的是韓國瑜韓院長 目前我們是還沒有去拜會 那我們未來一定有去拜會他再跟他分享 不然的話可能就會變成是一屆一屆的事情 以目前來說 第十屆的整個開放國瑜的行動發言 我自己跟內部的立法院同仁就會討論 他們就說其實那就是上一屆的產物了 這已經是一個 這等於是重新開始要歸零 至於新一屆有沒有 那就完全是要看韓院長的支持與否 或是他覺得這是之前的東西大家不想要再做 所以我們不論是是支持或反對 但我們總是在這個過去台灣國行動委員的委員們 我們都很可能需要有一次的拜會 來跟韓院長來討論 再來是立委的部分 就是大家多數的立委一樣 就是黨團立委其實都不了解 什麼是OGP的概念跟原則 那當然不了解就會缺少這個參與度 那更剩餘說其實他參與一兩次 發現在這個會議中他沒有拿到什麼 什麼credit或誘因的時候 那當然他的出席率就會降低 然後是一直到大概中後期的時候 NDI有邀請了各黨團的委員 一起代表團出席到國外參加了一個峰會 那峰會裡面就有一個session 就是來介紹到底什麼是開放國會的時候 整個立委就改觀念了 那幾個四黨團 那時候四黨團的代表都改了觀念 之後他們回來就還蠻積極參與 但是如何讓他們能夠持續的參與 就是要讓他們覺得做這件事情 對他的下一次的選舉能夠有幫助 這是非常現實的 就是民眾是看中這件事情的時候 立法委員就能夠看中 所以我們其實列出這個原因 並不是就是來怪委員他出席率很低啊什麼的 當然我們希望他們都能夠積極參與 但背後我們也相信委員要參與的話 就是花費他們的時間 那他們的時間通常就是花費在民眾關心的事情上 所以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普遍民眾還是不瞭解OGP 然後我們需要可能對民眾 做出一些對民眾有感的改變 比如說這一些的Milestone 對一般民眾有發生立即的 對立法院的改觀 我舉個例來說 雖然當時候並沒有開放國會的概念 但是從第八屆到第九屆的過程 就是整個黨團協商開放了 然後我們開始建制了這個意識轉播 就民眾就馬上有感 那可能那時候參與到的委員 就覺得他有Credit 他就可以跟他的民眾就說 他是積極參與這個改變的 那民眾就可能會把 下次選票會投給他 那因為這一次我們的開放國會 是更深層的一些的改革 或者更深層的開放 比如說是Open Data Form 或者是說整個委員會裡面的紀錄 文字的方式 可能對於一般民眾 目前是有一點遙遠的 所以還沒有改 但我覺得其實快要有了 因為目前Open Form 就是越來越多的開語言格式出來之後 未來民間有更多的工程師 比如說像Running就可以 開始做很多的魔法 把它變成是一般民眾有感的東西 所以我們需要 不一定是這個委員會 就立刻直接產出 什麼讓民眾有感的改變 但至少在第十屆的經驗上 已經有很多的資料 是讓民間團體可以來使用 來抓取 再做出更有趣的網站 讓民眾勇敢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能只是說 歸功於Running 那時候我們就可能還要跟民眾去說 這是歸功於當時候我們第十屆 也有這樣的開放國會委員會 希望他們在第十一屆也能夠支持 能夠持續的推動 所以總的來說我就覺得就是 很多人都不了解OGP 文官不了解 然後立委不了解 然後甚至民間委員 他一開始加入的時候也不了解 所以未來是怎麼讓 這個OGP這個概念 更普遍的推行在台灣 就可能需要一個運動 或者是更多的推廣講座 讓大家能夠知道 這其實就是民主國家的一個新的趨勢 跟一個潮流 沒有跟上 其實就有點落伍 那跟上的話 其實對我們的民主 絕對是有幫助 是有加分的 好 以上是我的簡單的分享 那等一下希望我們在QA的時候 有更多的討論 謝謝大家 各位參與神秘的夥伴 投影片在哪邊 好滿心的 我們就先坐下來 不然我看一下要投影片下一頁 因為下一頁我們有放一些問題 好 剛剛的內容就差不多分享完 我們講的 從為什麼會有OGP開始 然後到 中間有做了一些文化上的改變 然後再來是有一些 四年的回顧 跟我們未來展望 那我們再來就是 有留了一些問題 是關於我們自己 對於自己想要問的一些問題 因為其實現場還有一些 也是曾經擔任過民間委員的 有沒有人想要一起上來做一座 聊一聊的 例如說 蕭雅、皇甫 國軍 好 沒關係 你們 如果不想上台的話 如果等一下有意見 也可以在slide上那裡留 對 好 我覺得我們就是 我這邊列了三個問題 但如果大家有更多問題想問的話 也可以在slide上問 我們也盡量想辦法 從slide上來回覆大家的問題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 你覺得開放國會有沒有改變什麼 那我們 好 維先生先 好 要用這個 嗨 他有用嗎 好 呃 開放國會有沒有改變什麼 我想到那個 今天來的時候 然後遇到宇昌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應該把那個文官的正面的那個 feedback可能放在簡報上 讓大家就是比較 就是inspiring 然後我找了一下 發現我們聊天太瑣碎了 所以沒有辦法結到一個完整的一句quote 但我想說的是 開放國會執行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個人感受最深刻的是在 好 謝謝 呃 對 跟文官之間的距離變得很近 然後就像我們 在做研究案的時候 然後我請了 就是 當然也請了文官們一起來參加 然後那時候他是科員 然後現在是科長 然後那時候他就跟我說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欸我真的可以拿你們的出席費嗎 因為我從來沒有被外部邀請過 所以我從來沒有做過 簽領具這件事情 然後我從來沒有跟外部的人在這種 比如說工作坊之類的這種對話 然後我就請他回去看一下規則 然後發現 喔確實是可以這樣 然後讓這些很自然的發生 但我想說的是 過去他們跟民間的夥伴們的聯繫或是互動 其實是幾乎沒有的 然後他們把 嗯 必須說我觀察到的是 他們把自己服務的對象 或是自己有義務的對應的人是立委 而不是公民等等的 所以 這個整個開放 開放國會的工作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重新去認識說 喔原來有一群民間的人 那我應該要 我的工作會確實影響到他們 然後 我也應該從這裡面找到一些 解決的方法 或是一些建議等等 所以 嗯 這是我覺得 改變最明確的東西 完全同意韋程剛剛講的 這其實也是 我在參與開放國會的時候 最深切的感受 那像去年就是 立法院他們等於是 做一個開放國會的懲罰 有辦記者會 那我覺得 那場記者會就是 各黨的 立委代表還有院長 都有講說 開放國會多重要多重要 但就是 我會覺得 蠻可惜的是 反而在這樣的就是 外界會接觸到資訊的場合 真的大家不會知道說 要靠文官才能把這一切給順利的運作起來 但其實在開放國會裡面 我個人覺得 最印象深刻真的是 文官他們協作文化的改變 那從剛剛韋程講的 像文官很願意就是 在參與這些研究之外 那我也個人就是覺得 很棒的是 之前是真的看到在雙月大會上面 就是民間代表跟文官之間 在資料格式上面 對於彼此要溝通 需要什麼樣的資訊脈絡 其實是兩邊有一點溝通不清楚的 文官覺得 我每天都做得這麼努力 你是要更多細節嗎 那我可以提供給你 這個東西是你要看的嗎 民間來講就是說 但是我們不是要巨量的資料細節 而是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樣可以提供意見 但是這兩邊就是沒有對上的時候 就會很難往下進行 那即使是這樣子 那在我們就是剛剛韋程分享的那些研究結果之後呢 那文官他們是先於民間這邊主動要求說 你們可不可以按照這樣去調整你們格式 我們其實都還沒有主動講 結果那個文官那邊的科員 他那個時候就主動在下一次的大會之前 資料格式他就自己改了 那甚至是說在那個 徵選 就是找在地研究 一起來做獨立審查報告IRM的時候 那也會更多的去尋求民間這邊的人選建議 或者是說報告第一版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也會先即時釋出來給那個民間委員看看 有沒有一些feedback提供 一起翻譯這些協力的文化 我就是有開始進入文官的體系 那就是以及說在跟國際夥伴交流的時候也聽到說 雖然說對我們來講還是會有點氣憐 因為其實立委的參與率真的不高 但是呢就是沒關係立委來來去去 可是文官就是一直留在那裡嘛 所以我覺得第一屆的開放國會 當然有它不完美的地方 那就是立委參與率沒那麼高 那其實還有一些承諾事項是沒有具體的完成的 可是最大的進展是我們看到文官的文化是有慢慢的改變 那我剛剛還有辦法講 還有我覺得說其實在監督立法這邊 很多時候就是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說 我們是用監督是用上街頭是用抗議的方式 那開放國會就給了一個新的合作管道 我們希望是民間跟立委員能不能是用雙向合作來完成 那其實之前參與會議有時候會感覺到 文官他們是會怕我現在交出資料給你們 不夠完整的時候是不是會被頂被罵 感覺好像是把民間委員當成一個上級 但是其實民間委員就是在這個委員會 我們是希望一起交流的 所以其實也是透過剛剛講的研究過程 長期的共識下來 也讓文官們他們比較放心說 喔你不是來頂我們的長官 我們是真的可以遇到困難的時候 不用把考試卷都寫到80分再交出去 我們可以剛開始寫卷的時候就互相交流 這樣子 我這邊感受也跟Claire講的最後很像 就是因為我自己接觸比較多是資訊處那邊 但我有感受到在沒有開放國會以前 其實我也曾經接觸過資訊處 那他們其實會對於民間提出需求 是有點害怕的 因為他不知道你要這需求 你是不是想要盯我沒做好什麼事 所以其實他可能有的時候會做得很保守 或甚至會就是 你沒辦法說服他做些什麼事 但自從有人開放國會之後 發現他其實 發現跟民間委員之間是有互信的 他發現我們沒有人是要去找查的 我們其實是想要一起協力把事情做好的 所以我覺得自從開放國會之後 開始我跟資訊處之間聯繫的窗口 變得我常常丟一些需求過去 他也可能也沒有問我要幹嘛 他就說這個OK可以 然後可能隔天他就弄好了 所以我發現整個順暢很多 我覺得這個影響真的改變非常非常大 好那幫我到下一個問題 那有沒有什麼民間委員想要呼應嗎 你要呼應嗎 好那蕭蕭也呼應一下 不好意思大家我是蕭欣勝 那很感謝Ronnie邀請我這個 首屆的老委員回來分享 那其實如果對於說有改變 或沒有改變什麼事情 可能分享一個有 就是其實我的角度來看的話 可能是國會外交這件事情 就做了開放國會之後 尤其是以這個OGP的國際標準來做了之後 忽然發現國際上能見度非常高 然後大家就發現那幾年 怎麼那麼多國會議員 各國的什麼議長都來拜訪 然後就看到有錫坤有院長非常忙 一下就是又接待這個議員 那其實底層都是因為我們做這個開放國會 然後我們跟國際組織 尤其像是NDI這個前這個 director Alfred在這邊 那所以其實我在分享一個就是國際的角度 也是比較重要 就剛剛提到有立委然後民間團體 跟一般民眾跟文官 其實另外還有很重要的拼圖就是國際的組織 有NDI IIII還有這個國際的這個開放國會的聯盟 在後面支持我們 教導我們 一直知道我們第一屆大概要怎麼辦 那也是因此 所以那時候國會外交就非常的盛行 那當然沒有改變的事情是 其實我們那邊那個時候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加入OGP 不論是唐鳳在行政院還是我們在國會 我們做的事情都是要加入OGP 那那個時候的終極目標 包含這個有院長在內 我們想要達成的是 以台灣國會單獨的身分加入OGP 開放國會的聯盟 那後來就因為種種的國際政治角力的因素 沒有達成 所以這個算是有點可惜的 那還是因此可以希望繼續推動 所以以這個老委員的身分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蕭英 好 那還有其他委員想要補充嗎 沒有的話那我就繼續到第二題 好 第二題是如果關心開放國會 你會建議公民或個人團體 公民個人或團體可以怎麼做 那一樣順序嗎 我覺得第一個回答好像有點吃虧 對 我其實會建議說 因為現在做國會監督的NGO 其實還蠻多的 臥槽 然後公督猛 口袋國會等等的 那從這邊會是一個很好的缺點 那另外的話要談到開放國會的話 就是從早比如說 剛剛提到的一些NGO 已經有在耕耘這塊 當然NDI或是其他的單位的夥伴 那還有比如說國內的關注開放本身的 開放文化基金會 或是其他的夥伴等等 那從這些NGO會 你就不用從 從零開始 因為他們會整理啊 或是他們辦一些賠力的活動等等的 就會是一個很好的切點 那此外的話其實我必須說 因為我看到slido上也有一些 夥伴在問說 他第一次聽到開放國會這個東西 那問我們有沒有做一些宣傳等等 那我必須說 很多東西都在既有的宣傳的管道裡面 比如說立院的本身 但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沒有人會無聊去爬立法院的網站 然後他的網站做得不是很好 那東西很有價值 但藏在一些很難連過去的地方這樣 所以我會建議也許從NGO們下手 然後也許從既有的管道努力的挖掘一下 然後多偷偷關鍵字等等的 會找到很多我覺得 會讓大家意想不到的很有價值的東西 對 然後因為開放國會的委員們是公開徵選的 所以無論是個人或是團體都可以 那這點是一個 另外一個下一步參與的管道這樣 我這邊想講的是除了 因為其實這題是我寫的 那這題就是我們之前也想過說 我們不能只讓開放國會的資訊值 停留在民間委員 然後立法院這些小圈圈裡面的人知道 所以我們也有在一些到各地辦講座 或者是說居臨比黑客松的時候 就試著講到底什麼是開放國會 然後去問問說一般人聽到開放國會的反應是什麼 的確就像今天slido上面很多人的反應 會有人問說那就是我可以怎麼樣關心 我打開放國會google 那你說有直播 我直播在哪裡 說真的我那時候現場也早很久才找到 那就是說當然就是在意用性啊 就是資料的曝光宣傳上面 的確就是畢竟我們民間委員這邊 都是志願志工的方式在運作 那剛剛其實講座的時候也有提到說 開放國會之事 它畢竟不是一個法制規定說 我們立法院今天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一切都是由下而上推動的時候 也沒有一個既定的資源來挹注 所以這都是很靠共識 社群慢慢這樣子去長成一個文化 所以問我說怎麼樣 你們做什麼宣傳曝光 我們有做了一些 當然也希望在場的各位 今天認同這些理念 可以更出去傳播 因為我們同時也是在找更多 跨出同文層的方法 那就是回到就是說怎麼樣去關心 那除了當委員看直播之外呢 當然就是我以一般人 我自己也不會去看立法院的網站 我也不會一直去看直播 所以其實比較務實的方法 會像韋成剛剛講的 就是有時候去透過就是 關心這個議題的NGO 它比較像轉譯的議程知識 那對於公民來講 可能會是覺得比較有趣好吸收的 那所以就是說我覺得 第一屆剛好是 就是承諾事項focus在很基礎建設 所以可能比較有感 能夠參與的就是 專門在監督國會為主 為目標的NGO們 對 那如果說你要把開放國會的精神 往下擴散 那或許是比如說 有沒有辦法一些認同這個精神的公民 也在地方做開放國會 這個精神的努力推動呢 它如果是更貼近地方的議題 是不是就能夠讓一般民眾更有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 之後可以去思考的 這樣 我覺得我們立法院有 113個委員 雖然其實在民主國家中 其實算偏少的 但儘管如此 100多個還是很多人 所以我覺得 我不太可能去奢望 所有的公民們 都要去看 113個委員在做什麼 但我覺得大家至少 也可以試試看 能不能嘗試從你的選區委員 開始做起 就是能不能關注一下 他在立法院有推些什麼樣的法案 那這法案是不是符合你的價值觀 那如果你覺得很不符合 那是不是有什麼管道 可以去把這個意見 傳達給你的選區委員 那除了以人為基礎以外 我覺得另一個可能是以議題為基礎 因為其實我們的國家的法律 都是靠立法委員制定而成的 那麼這個法律 到底中間是經過什麼樣的過程 什麼樣的角力被產生出來的 那這個我覺得 可能也會是一個蠻重要的議題 所以例如說 可能假如關心動保議題 那動保法中某一條 你覺得修得還不錯 那你有沒有辦法透過 就是立法院的資料 找到這一條 當初是在第幾屆立委 然後是經過什麼樣的情況下 討論出來 哪些委員有出到立 值得把這credit給他 那麼好不好查這些事 那我先說不好查 那麼我覺得開放國會 希望能透過開放國會做到一件事就是 讓大家都很好查到 就是每一條法案 它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歸功於誰 或歸則於誰 那我覺得這樣也可以提升 未來的立法品質 因為對立法委員來講 就是他會好好做好 他要想辦法做好 他的法案的品質 對 好 那就再下一題 好 那這是我家的 對 如果沒有新一屆開放國會 我們還能做什麼 那 維森你還是 我覺得真的很吃虧 但我先幫大家鋪一些基礎 雖然很令人擔心 但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 怎麼說 我們也只做了一次開放國會 那 過去沒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大家 各個跟GO 或是其他的 倡議的組織 還是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做了很好的 無論是監督合作 或是引導政府等等的 所以 我個人不會太擔心啦 但 會惋惜一點 就是剛剛所說的 我們好不容易在文官系統裡面 或是 甚至我們公民社會自己的部分 我們終於建立起一些工作的文化 然後 有一些新的東西可以嘗試了 但 如果 如果這個東西斷掉的話 那 就會覺得蠻可惜的這樣 對 然後 我覺得有一個 很有趣的 喔 就有一個題目 然後感覺跟這個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 剛剛提到文官體質 然後 有一位朋友提問說 聽起來是有改善的 然後 我們希望怎麼 文官這個東西 的 改變 怎麼去影響 比如說院長或是 多數黨的 一些意向 然後怎麼讓 開放國會可以維繫這樣子 然後 但我決定把這丟給你們兩個 加油 這題你也幾乎都講完了 對 對啊 我覺得就是 其實對於那個 開放國會民間委員這邊 大家也是一直在討論說 我們有了新的 立院的成員 要怎麼樣繼續推動 那 也回扣到 剛剛那個 預錄的講者 正經講的 其實我覺得 就是整體還是回歸到 要怎麼樣讓 公民社會更關注開放國會 人民關心 立委就會關注 就會參與 那才能夠繼續推動下去 這樣子 那 就是這個相關討論好像 讓你比較了解 我覺得像前面有提到說 其實因為我們開放國會 有促進了 讓我們跟文官之間的討論 更加順暢 所以我覺得 就算短期內 沒有下一屆委員 但至少如果 我們自己民間 有想要做一些相關專案 或是相關意見徵集的時候 其實還是可以透過文官 繼續把這些事情 想辦法推進 但這個 我覺得時間上是有限的 因為文官還有可能在輪替 輪替完後 可能再來 我們就又失去友善了 所以 我們要怎麼能把握住 這個友善期間 然後繼續的去推進一些 就是對民間也有幫助 對立法院也有幫助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是滿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自己列的QA 就只有列了三個 所以我們再來就是 最後的時間就是 要回覆史萊斗的問題 幫我開一下史萊斗 那好 那首先第一個 因為我覺得時間剩五分鐘了 所以我們也不要求 這三個人都要回答 好 就是看說誰覺得 比較適合回答 就舉個手回答好了 那首先 目前第一名的是 所謂立法院往常 有價值的資料 是否可以舉幾個例子 然後可以怎麼找到 好 那這個我來講一下好了 其實立法院 我覺得很有價值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立法院最主要的任務 有兩個 一個是審預算 應該都是三個 審預算 立法案跟質詢 那質詢的話 就可以看到立法委員 在遇到一些特殊議題的時候 例如說 好 發生黃紫礁事件 那立法院怎麼去質詢衛福部 說你哪裡沒做好 你應該怎麼做 那這個對談過程 就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一個 你可以知道 這立法委員的價值 然後他提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相關的意義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文字記錄 那再來立法過程的話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每一條法律都是經過立法院裡面 就是溝通協調出來的東西 那到底誰出了立 可以歸功於誰 規則於誰 那這些其實現在都有機會 從立法院的法律系統中查到 但是它相對困難的 所以如果能夠透過開放國會 或透過一些資料結構化 讓這東西變簡單 我覺得目前滿有機會 可以往這方向走 然後的預算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到底誰砍了什麼預算 或誰做了什麼事 我覺得都可以從立法院中找得到 這幾個都是很有價值的資料 有要補充嗎 沒有 好 那我們再到下一題 那今天的內容 主要聚焦於行動方案的進行 那可否簡單分享說明一下 2020到2024年開放國會方案 完成了哪些有意義的開放 好 那我這邊分享一下資訊處這邊 就是我們的行動方案中 有列出幾條 一條是說要做出更友善的網站 所以其實後來資訊處就是有 改版了那個立法院法律系統 變成它現在做一個叫做 意識公報系統 那個查詢功能 比以前好用非常非常多 而且當初我們在承諾事項的時候 我們有寫到一些很具體 具體到其實很工程式的東西 例如說 所有的功能都要有固定網址 因為以前立法院的網站 很討厭的地方是 你譬如說去查某個法案 查完後那個網址 30分鐘後就失效 他看完的話他就 他故意不讓你 就可以一直看那個網頁 但是經過我們立的這個 就是很明確 就是說你的網址要有永久性 他就 這次改版中就有納入這件事情 然後除此以外 我們也要求說 YouTube上面的國會直播 要開放授權 這件事也在開放 我會推動成功 所以以前其實 你可以把YouTube 國會裡面結束使用 但是你如果做商業 或做其他目的 你有可能會被立法院告 但是現在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也是減輕了大家監督的一些壓力 我想加一些小東西 就是我們也做了很多 就像剛剛Clayer講的 其實這屆很多是基礎建設的東西 那如Ronnie剛剛說 我們設定一些規則授權 或是一些東西的曝光等等的 該怎麼進行這樣 然後此外我們也有一些 推廣的活動等等的 那我想要提的是 有一些是沒有辦法 再直接完成的東西 對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 蠻有野心的寫了 要揭露那個立委辦公室經費的部分 然後還有他們那個人事上面 比如說助理啊等等 等三等期內要迴避啊等等之類的 或是要揭露等等 那這就沒有完成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得到他們的支持 所以這東西就是fail這樣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讓他們知道 其實我們想要知道這些東西這樣 好 可以再多講一題 那我們要私心挑一題還是我們照順序 照順序 照順序 好 那就照順序 所以這個正面負面算是有 我們剛剛有回覆到嗎 新一屆國會 新一屆沒有回應到 好 我覺得新一屆的正面負面的話 我覺得負面當然就是 因為之前都是民進黨國會在推 所以現在國民黨國會 會不會願意推 這件事情是滿不確定的 然後但是我覺得比較正面的是 因為其實行政院也確定 接下來要推 新的國家行動方案 那行政院就一定是以民進黨的行政院 在推 那假如我們能夠說服說 那國民黨的立法院來推 一個國民黨的立法院行動方案 然後行政院來推一個 民進黨的行政院 那我們是否可以做到一個比較 就是到底國民黨的OGB做得好 還是民進黨的OGB做得好 那說真的這一題 對立法院是比較吃香的 因為立法院的就是 行政架構比較單純 就是立法院長其實他可以說得算 但是行政院長不一定能夠把整個行政院說得算 因為其實各部會性質落差太大 所以我覺得或許可以從這個角度切入來 說這一屆可能也有機會推立法院的OGB 你沒有呼應嗎 還是要 好 那我們 因為時間到了 還是我們可以再多給一個問題 多抽一個問題 多抽一個問題好了 好 那下一個是 我是公務員 但我是今天才知道開放國會這樣的議題 好 算有回答 好 那我們再往下 這題 黃國昌時常用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決議案 在立法院快速通過這件事攻擊政敵 NSF該回應嗎 好 因為現在NSF已經算解散了 所以沒有辦法用NSF的角度回應 對 但假如NSF就是還在運作過程中的話 其實NSF本身應該是要透過會議中來決定說 他們要整個要怎麼回應這件事 那我自己 假如個人的角度來回應這件事的話 我會覺得 因為這一個 因為我看IVOD的直播 它確實是一個 就是臨場所提出來之後 禁負二讀 然後拿到行政院院會 然後院會中因為無異議 所以就直接通過了 那我覺得這無異議這件事滿重要的 就是在場的院會的沒有一個委員 有出來說 我覺得這件事要多想一想 所以我覺得既然這樣就表示 這件事是立法委員的共識 那我就覺得它程序上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假如有問題 就應該有任何委員要出來舉手說 這件事應該要再被討論 那假如有人這樣提了 但是後面還被應臉過去 那我覺得那程序上是有問題的 好 還有嗎 我想 因為我看到幾個超級有趣的問題 然後我想一次回答 有開放議會嗎 其實有 公督盟的也有一些地方的議會監督的組織 然後加入這個聯盟 然後他們在這個脈絡裡面 也可能也想推 然後也許現在已經有人在做了 所以確實有可能 然後立法院文字記錄出來的時候 熱度就過了 但不要太擔心 因為NGO就是用這個為工作的一個 一個素材 所以我們還是會去follow 所以不用擔心這些東西產出來 議題過了 然後沒有意義這樣子 那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有參與或沒參與 OGP的國家有哪些呢 其實他們的官網非常清楚 就是第一頁就寫這個 然後非常推薦去瀏覽一下 那中國有沒有在裡面 沒有 對 那對 就很快地回應三題 然後關於現在的新的國會 其實我覺得不用太 我個人蠻樂觀的 是因為其實沒有人會明確地 對開放這個東西說不 就沒有人會說我反開放 因為在台灣這脈絡 好像也不太會有人這樣 那重要的是 我覺得從第一屆我們學到的也是 要去找到每個人的 就是他best interest在哪裡 就是他怎麼樣對齊每個人的利益 比如說我想要這東西被開放 但對立委來說 他的考量是什麼 所以拿捏這個痛點跟平衡 這個行動方案裡面 承諾事項該怎麼擬定啊 有一些策略性的東西 我覺得在run完第一屆的時候 我們應該還蠻有想法的 所以 新的國會確實有蠻有可能性的 我比較是補充一些就是 我想到在那個國際會議上面 聽到的收穫 那就是OGP這邊有那個國際的組織 那每年我有一個峰會 那我們去年9月的時候 有幸有機會去愛沙尼亞參加峰會 那我感覺是說其實台灣雖然不是OGP的會員國 我們一直努力想要成為會員國 可是我們有在做行政院跟立法院這邊的 開放政府開放國家行動方案 這是在國際社群上面聲譽高的一件事情 那這同時也是標示著我們跟中國的政體就是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是台灣在外交上面就是也是一個大家分的亮點 那同時說我想要分享我們剛剛討論到的是 我們不希望說整個開放國會看起來就是好棒棒 所以我們也分享了很多觀察到困境啊 那目前有點卡關的地方 那當然也是也包括說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我是公務員第一次聽到 或者我是民眾我要怎麼樣關心 那這個就是目前還不完美的地方 我要講這其實是很正常的 其實我們在國際會議上面聽到很多國家也是分享說 欸那個我們目前也有在討論承諾事項的時候 大家都只顧著提出很多項目 然後要衝那個量很高 然後不一定就是真的知道 我們要怎麼樣有共識怎麼樣去協作 這樣的困境其實是普世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要持續的去探討說 怎麼樣有更好的公司協力把這個文化給傳下來 那同時怎麼樣讓民眾去了解呢 我們媒體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如果在場有媒體業的朋友 也可以幫忙多多就是想想 怎麼推廣開放國會 怎麼一起讓台灣的公民更了解這樣 謝謝 好 那我也最後講一下一些我的一些想法 或希望大家的幫忙 就是因為我覺得開放國會 要做到有感有一點點困難 是因為其實民眾對議題是很有感的 可能有的人對居住有感 有的人對能源有感 有的人對動保有感 可是問題是開放國會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以議題來做聚焦 就是我們不能說立法院要承諾 接下來四年要出什麼樣的議案 可以嗎 就不知道可不可以 說不定也許也可以 好 對 可能可以 但我不確定 因為我們至少 我們第一次做開放國會的時候 的成功事項 全部都是在促進立法院更加透明 更加讓民眾可以接觸 但是我們沒有去直接觸碰個單一議題 那這件事就造成有一點點 比較難造成民眾更有感 因為民眾不是直接要跑來看立法院 知道他們更想看到是切身相關的法律 被改變 對他們有利的 對他們好的法律被改變 那我們怎麼樣是縮短 讓民眾覺得立法院變好 我們的生活就會變好 怎麼樣能讓大家想到這件事 我覺得會是開放國會很重要 讓大家有感的一個關鍵 好 那就我們差不多時間到這邊 好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多關注 開放國會跟立法院相關質詢 謝謝大家